好 海面上的争议之外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伸展台上的争议 伸展台上意外很多 过去我们报道了很多这个模特 穿着高跟鞋不慎跌倒的意外 极度狼狈 而这段影片很特别 这是两位女模特 走秀走到一半 居然大打出手 最后两个人倒在地上扭打成一团 全场为之傻眼 伸展台上打扮的美艳动人的模特 竟然不顾形象 当着众人的面前互推拉扯扭打成一团 现场顿时陷入混乱 原本走秀走得好好的 只是在狭窄的走到台上 不小心撞到对方 没想到下一幕竟然先是大声叫骂 接着还大打出手 互相把对方推倒在地上 互扯头发 甚至挥拳相向 一旁的观众看了连忙出面阻止 两位火爆模特好不容易站起身来 还打不够继续要扯头发 还好有其他的模特上前把其中一人拉走 这场闹剧才落幕 不过劝架的观众也被挥了几拳 惨到迟鱼之殃 这场女模特走秀打架事件 据说发生在俄罗斯 被一旁的观众用手机拍下 放上网络后 俄罗斯和澳洲的电视台都相继播出 不过女模特的表现实在太令人傻眼 也有人质疑是安排好的桥段 可是到底是哪一家牌子的时装秀 发生这样的脱序惨案 到现在还没有人出面承认 昨天新闻鲁玉涵综合报道 这场女模特的电视台